来关心财经消息 曾经是商务人士人手一支的黑煤机 这个星期却宣布 以4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投资集团 未来标志性的黑煤键盘 命运恐怕堪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proudly present the BlackBerry Z10 and the BlackBerry Q10 今年初才刚刚发表新款 曾经是商务人士人手一支的黑煤机 如今却宣布要以47亿美元 出售给投资集团 黑煤上周才刚刚宣布裁员4500人 比例大约4成 同时年初发表的旗舰机黑煤Z10 消不出去 被迫宣布巨额亏损 黑煤股价重挫近两成 三年前黑煤机在美国商务市场 还有近七成市占 现在黑煤三个月的销售量 竟然还不到苹果新机三天销售量的一半 曾经引领风潮的老招牌 难道真的都接连风光不再 同一个月 芬兰手机大厂Nokia 才刚刚把招牌的手机部门卖给微软 如今黑煤也卖给财团 未来将有可能宣布下市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轩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轩